創業是很多人的夢想 但要做得好、走得遠一點也不容易 沒錯,旅遊學院新增設了兩個實驗室 幫助推廣本地品牌的同事 亦為學院的學生提供了一個實習機會 上次和大家看過iVetail Lab 今天會去到位於坦仔校區另一個實驗室 《夠想實驗室》看看 《夠想實驗室》目標是支持潛在創業者 去識別機會、萌生的創業 計算去創業 零售實驗室和《夠想實驗室》 都是旅遊學院在坦仔校區新設的設施 《夠想實驗室》目標就是支持潛在的創業者 識別機會提供一個實踐創業 發展相機的空間 是一個實驗室 同時亦是一個枯化中心 其實枯化一個生意 或者一個企業家的生意 其實是一個過程的 由去找相機 慢慢去培養相機 即是去發展它 慢慢到開發 其實有很多階段 有不同的枯化中心 都針對不同的東西 我們是針對多一點 在初步那一部分 就是怎樣去找相機 怎樣去想靈感 所以我們就是一個構想的實驗室 還有我們是想集中到我們的學生 我們的學者 我們的校友 和外面的人 來運用到這個空間 我們就是想 因為不同人有不同的知識 有不同的網絡 有不同的資源 將那麼多不同類型的人 和那麼多不同類型的資源 放在一起 就會拆到一些火花出來 那麼相機就會容易找到 還有他們又可以有一個 叫做知識的 knowledge build over 譬如我認識一些東西 如果我們在同一個空間做事 那麼我都會多多少少都會教導你 即是會製造到這些這樣的效果出來 那些人需要來到去做事 那麼他就會有地方給他做 或者他開會 那麼我們裏面都有會議室 會有一些meeting room 靜思室 就是用來他安靜地地做事 然後又有一個開放式的地方 用來給他們多一點的交流 都是看他們想在哪一家地方做事 因為當那些人在一起 他們自然會聊天 那麼聊天那段時間 他們的交流就會存在到 或者有什麼問題的 或者聊聊天的 或者又會找到答案 當我們放到他們在一起 這些事才會發生 如果不然就会尤其是刚刚开始去想生意的 分分钟很多时间都是自己坐在家里 或者自己坐在图书馆的 接触不了很多人 我刚刚说的那些事情就发生不了 我们都会有一些mentor的 有个mentor scheme的 我们有一个导师的服务在这里 我们都会招待一些导师在这里 除了我们学者 我也是一个导师在这里帮人 某一个礼拜某些时间 导师是会走进来的 是很freeze out的 他会走来走去 如果你想跟他谈东西 或者你想问他问题 你问导师问题 他会给你一些意见 但是那个导师又或许会问你问题 他说其实我现在又在搞这个生意 你觉得行不行 我们做到不是会有一个阶级 或者是哪个比较高一点 进来这里人人是一起站在同一块地 大家是要有一个交流 所以那个导师也会有一个卖点给他 就是他进来这里有很多 很fresh的脑袋 有很多很fresh的灵感 是给他回来的 旅游学院期望透过救赏实验室 凝聚师生 校友以及学院外用户 互相激发以及分享知识和资源 支持创新创业 和推动科技与旅游融合发展 助力澳门实现一中心的发展定位 现在我们是我们的学生 他们其实很多他们在读的科目 都会用到这个地方 我们这里都会有外面业界的人 来到去做一些workshop 给一些学生 去讲解或者创业相关的东西 在2022的9月底 我们就会开始去招外面的人 可以用到这个地方 这样就会加大到我们这个地方的质素 因为学生真的会接触到外面的人 而外面的人都会接触到我们的学生 这样有很多的知识可以交流到 而学生又会去明白到 其实创业就是这样的 这些人在想这些东西 其实创业也要做这些东西 就是他会真的见到这些真的人 不是看电视机 去幻想到有这样的企业家 还有他们的合作 未来的合作都会发生到 我们都会搞一些工作坊 或者workshop 有一些talk 来到这里去给我们的用家 就是搞不搞 他们都会有一些人去给他一些新的知识 新的知识其实作用是什么 未必真的他100%会运用到 但是会刺激到他的脑袋 来到去想一些新的东西 其实商机 其实都是将不同的元素 都放在一起来变出来的 一些新的元素 分分钟就会刺激到他的脑 想到一些新的组合 他就会有一些创新的灵感出来 这些就是我们会跟着去做的 第二次应该都会有多些东西 就是好像刚刚说的 我们都会有些比赛 我们都有一些构思 给一些新的比赛会发生的 都会连续到这里 但是现在就不说了 因为要真的做出来 那时候才会说 但是都会跟创新 创业 创意 是有关系的了 好 好 好 OT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